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被影射和一名女子进出同一个房间 影片传出之后 郑文灿在今天也公开回应 她说这影像是年代九月 而且有经过剪接 不过这段影片 疑似是2011年 郑文灿在民进党桃园党部主委任内到澳门的影片 这段监视器画面 疑似是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与一名身穿白色洋装的妙邻女子在饭店走廊上 只见两人进了房门 在房间待了半小时后 女子一个人默默离开 还回头看了一眼 郑文灿否认影片内容 这段23号深夜 在网络疯传的影片 疑似是2011年 郑文灿在民进党桃园党部主委任内到澳门的影片 却在多年之后被爆出 这影片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其实年代已经有点距离了 年代久远 另外它有经过剪接 我是希望有心人士 误因为选举的关系来刻意炒作 这个个人的过去的事件 这段影片引起外界热议 但到底是有人刻意炒作 把十几年前的影像拿来加工 还是另有引擎 有待厘清 记着综合报道